先讲一下 这里稍微设置一下 原来没有计划给你们讲的 这是数文解字的 是我上别的语文课的时候 讲的一些东西 让大家指导一下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主要带领你光做 看过行走你的天路 让我们过六加一的生活 我们操练生活 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的予力如何 求祝你赐福我们 是我们有力量 奔走前面的路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 做这个迷信 打高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群 我们今天人也把信仰 当做一个迷信 我们过年中国人喜欢求福 我们中国人求福的方式 是什么意思呢 福气 大家看福这个词语 我给他语文老师 给你们讲一下 福的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一个祭坛 左边是个祭坛 右边是个表示神隐的意思 福一人一口甜 一口甜 这是个表示神隐的意思 上面是一个光子 下面是两个人去抬着 去抬着去祭拜 祭拜神 这是表示神隐 也表示中国人的求神 祭拜活动 那么祭拜的过程当中 分为两种 两种 大家看右边的 我这个罗开电脚 右边这个图 我看这个鼠标 这是祭坛 这个祭指皇帝祭 老百姓不能来祭 是天子 叫祭天坛 北京的天坛 那么普通老百姓 只能拜祖神 这是中国人的两种宗教 就是一个是来祭天 一个是来拜祖神 都属于偶像崇拜 还有其他的 拜王子祖神了以后 就拜各路的财神 各路财神是财神 什么鬼 当然是次要的了 那么我们追求的福气 是什么福气的 那个福 福就是说享福 今天我刚才我们家庭敬拜 过程当中给大家就讲了 福禄受洗 未来就是有钱当光 受命考量 这叫六福 或者少写了一点 福禄受洗 禄就是薪水的 寿是寿命考量就是长久 还有个安寅康宁好德 就是现在叫六福 没有好德就是福禄受洗 加康宁叫五福 有人说是六福 就是普通老百姓追求的这些东西 甚至叫八福 八福能背吗 各位同学 八福能背吧 我就不能给你用背了 那么给大家 在语文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过年有四类迷信 四类迷信 中国人的四类迷信 伴偶像 炮住一身一岁厨 充分胜了如图书 千门万户壮壮日 怎么把心套换旧府 这是王安石的 谈过年的 过年不一样 原来的过年是十月份 十月底容易十月底 在秦朝的时候 到了汉以后 只十一月 十一月 那后来为什么到了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以后 中国的律法在明朝的时候 传教士立马到华 立马到来华的时候 发现中国的律法不准 皇帝就重新颁布一律 叫成政律 成政律一直刚刚颁布 明朝就灭亡了 所以清朝主要实现成政律 中国人过春节 就是十二月 叫大年三十 就是今天 这是传教士 但是他里面 注意过年这个事情 不是来自于 大家讲话要准确 你跟萧老师学历史讲 过年这个事情 是中国人的传统 他定在大年三十这一题 是来自于洋人的律法 叫农历或者叫从政历 是明朝开始的 过年有四类米信 这个除旧不新 就是说以为了生命 我们更新 生命是哪里更新的 各位同学 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 在哪里更新的 我问大家把手机关一下 基督徒的生命 在哪里更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么 他生命就新了 你要渐渐的怎么样 这个更新不是个迷信的过程 今天有一些人 做个祷告 做个觉知祷告 神明就新了 这完全是迷信化的 这是一种偶像成败 你像那些尽情的保罗滑雪 那些牧师反对 觉知祷告的 我们生命的更新 是在基督里怎么样 我们老人 我们的良心 无会随成世俗的情欲而败坏 在基督里生命更新 渐渐的满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它是被真理不断的更新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你过个年就是新 新的一年马上就祝贺了 你新年就新人新事新现象 可喜可可可乐 不是这个意思 这完全是迷信 胡来的 你在基督里重生 才有新生命 而生命的更新的过程是 随着你不断的学习 圣经的话语更新 不是过个年 或者祝贺一下 祝个基督家 祝个觉知祷告告 在教会里头受个喜 你就更新了 胡闹 第二个普通老百姓是拜神祭祖 拜神祭祖 从北方是年二十三 南方是年二十四 叫过小年 一直到元宵叫上元节 道教叫上元节 皇帝拜天 老百姓祭祖 祭完了以后 亲戚之将互相道贺 大年初一 就给你父母拜高堂 一拜高堂 第二 你拜这内清 然后外戚 外戚就是大年初二 你到外国外婆家去拜 出场出世 有五路财神 出了什么毛神龙神土地神 还有龙王庙 你都是一个路神星 你不能够扫了他 扫了他以后就不保佑你了 这不是胡闹吗 对不对 到了十五 是道教的上元节 原始天宗的节日 就表示纯洁就过完了 就这么回事 里面还有曲邪朗哉 曲邪朗哉 就是纳福起年 就是四大迷信 就是那些无数 有些蒙前挂个镜子 还有的是北方那个爱好 就挂在墙上的 还有杀鸡 银雪 小宅 铁队联 等等等等等等 还要割红包 纳福 就是纳福 就是为什么纳就是收纳的 起年 就是把年来本身当成偶像了 那么我给大家是语文老师 我给大家讲一下年的来源 年呢 大家看左边的这个图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什么 一个脉税 对不对 甲骨文上面是个脉税 但是个脉税的头是弯的 表示什么意思 分收了 你脉税的头是弯的就分收了 谁分收了呢 下面是个人 下面是个人 人分收了就是年 中国是农业社会 分收了以后怎么样呢 庆和分收 现在的冰天雪地 你不能干什么事情 那就过年吃喝玩乐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那个年字的改变 都是这样的 它原始就起源于农业社会 干活 辛苦了一年 大家有收成比较好 你们家的败款的过程 就问什么 恭喜发财 为什么恭喜发财 你们家今年了 聊聊天 养了几多猪 张大嫂 你们家养了几多猪 养了几多鸡 卖子收了 没某地 多少几百斤 男人打了多少猎 身体 家父是否安康 爷爷来了 身体是否帮着 生了几个孩子 女儿到货 就是分收 就互相祝贺 就拜年 互相祝贺 免死一直 但是谁说实践的演变呢 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 就四大名 恭喜 明白了吗 就给大家讲一下 实在是这个常识 因为你是中国人嘛 那我们今天呢 学习的呢 欧洲人 因为败偶像 因为罪恶了 遭受了一个很大的咒诅 叫欧洲的黑死病 黑死病是发生在中世纪 武器 文艺复兴的前夕 宗教改革的前夕 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 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呢 其中有个关键的词 叫黑死病 一共有到四年 1437年到1442年 达到这个时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很准 欧洲的死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 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2500万 整个欧洲人口呢 那个人口不是很准了 大概呢是7000万人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充分了偶 过年的 他们过圣诞节 充分了偶像出发 我告诉你 欧洲人 他们大部分人 没读过什么圣经 都是跟着 比如说他们的 也希望多子多福 所以说他们复活节 有兔子 那个圣诞树上面 有铃铛 铃铛标是什么 生子成败 就比较多生孩子 兔子生的宰比较多 然后那个树 他们拜香树 尤其了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拜香树 所以他们香树上面 树木去保佑他们 就圣诞树的起源 就是这样子的 他要生礼物 他们这个耶和华神太严厉了 尤其是旧约 的人就太严厉了 不如圣诞老人来得好 分年过节给你生礼物 平时被邀请你做什么事情 那多好 等等很多很多的偶像崇拜 这个事情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亏损 巨大的亏损 那我们来讲这篇文章 主要是建立一个故事语文学习 就语文老师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历史的起源 中国人的年份 那么迟到了这同学 那你自己去负责任 有些同学他还上个课 七情八推的 父母可能早上还起不了床 我们过来六甲义的生活 我们今天取了这篇故事 欧洲黑死病 因为偶像崇拜 迷信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人人的欺压 包括英法百年战争 地形与地形的怎么样呢 打了一百年不解约 那什么东西能让你解约呢 死亡 人有时候固执作恶 没有人能够给他确行 那是什么办法呢 只有死亡才能让他来 只有苦难呢 让他能够清醒一点 让他来停止作恶 别的没办法了 这是一幅漫画啊 这是欧洲黑死病的一幅 因为是Black Death 就是这个死亡 死亡在天使收割人的生命 来把长长的镰刀 那我们主要学习这篇文 这是一本历史书上面的 是我编写的 而在开始也是我方便我自己教书 戳了几个字上去了 原文就是没有这个 是一本书叫欧洲黑死病扣后的 我这没拿给大家看 是我买的 然后我就向一些编写 方便大家了解欧洲黑死病 因为我还一方面叫历史 这个我预设的就穿插起来了 那么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 故事要开始 这个过程又结束 我们按照这个程序来 开始在中世纪欧洲 人们普遍姓天主教 欧洲人们猫是女巫的宠物和助手 所以猫被大量的消异 你姓吗 很讨厌猫欧洲人 如果你看那个卡通片 那个女巫那些坏蛋了 手上都是一只猫 猫那些黑的 你搞一下对不对 那他就好像猫 认为这完全是偶像崇拜 猫就是个猫嘛 他不是说 要猫眼睛很亮亮的 尤其到晚上特别亮 人家就想的是女巫很恐怖 所以欧洲人把猫给弄死 猫弄死了谁再开心 你想想看 郭同学 老鼠 对 那猫弄死老鼠就开心了 那个 以至于相当一长时间的猫呢 找 欧洲呢 借机 那小猫咪都死光光了 你看老鼠就小咪咪了 小猫咪死光光 老鼠就小咪咪 老鼠没有田地的呢 就快活如神仙 疯狂繁殖 征兆 但这个时候呢 老鼠也没有什么毛病 对吧 因为有时候罪恶 你犯了罪 暂时也没有报应的 因为呢 要恶观满意 到个临界点才会 才会报应出来 当时 谁也不知道 当时有多少老鼠 那什么时候 老鼠的毛病出来了呢 1347年 蒙古大军呢 攻打黑海港口 有个城市叫卡法 今天就乌克兰啊 乌克兰有个城市叫卡法 这个蒙古大军呢 打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打不下来了 卡法的守军呢 是一队硬不上 顽强抵抗 死不投降 这蒙古人呢 很凶残的啊 他打不赢他 他就气得了屁股冒烟了啊 来火了 怎么来火了呢 他想那么什么招呢 把他打死了那些 士兵的尸体啊 你的投尸机啊 把尸体呢 甩到城里头 这样子会怎么的 大家知道尸体 为什么不能够摸吗 在救援里头 尸体为什么不能够摸啊 你不能去摸尸体 除非呢 那个尸体是你的父母啊 或者说啊 是你的亲属啊 非常自信的亲属 即使是不能够摸尸体 为什么是 尸体上面 当人死亡了 有动身体的免疫能力就没有了 各种样的病毒啊 就来了 知道吗 所以尸体啊 赶紧要火烧掉 或者是埋掉 知道吗 然后放在光 就算不埋 要放在光材里 盖上来 为什么 因为那个石膏啊 中国人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啊 就算尸体不埋 爷爷来了 石膏呢 就分起了 放在木光里 那光材要厚 那厚光材板 为什么这样的 防止人感染 这是个常识 所以尸体是不洁净的吗 当然不洁净的 不洁净什么 就危害人的 其他活人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 就算你 因为舍不得嘛 比如说爷爷奶奶啊 对吧 要放在光材里 放在光材里 然后呢 因那个丁了 给丁起来 事高 事高 给高起来 不能够偷气 这是个健康的需要 不行不行 以后华这什么都明白 这个常识 那么呢 这蒙古人呢 想那个什么 守主义呢 他把这个尸体 往这个卡法尘米里 扔过来 因为这个甩尸机啊 看什么 这甩尸机 把尸体叫甩进来 甩进来 然后这尸体上面有病毒嘛 这个病毒呢 老鼠啊 老鼠在啃吃 老鼠很厉害 老鼠在下水道里 他天天生活 你看老鼠有什么 分尸没有 老鼠没尸啊 老鼠没尸 但谁有尸啊 人有尸啊 你不小心被老鼠咬了 怎么办 有一些人干农活的 在外面工作的 你不小心会被老鼠 被咬了 麻烦来了 这种病呢 叫黑死病 它是很凶险 很凶险的传染病 像暴风一样的 在欧洲传播 今天知道的啊 这怪的是一种细菌啊 叫鼠育肝菌 鼠育肝菌 这是 这不当时的人不知道 因为是老鼠携带的病毒 老百姓当时科学不太发达 就称之为鼠疫 鼠疫 但这一点 这场场是 人在聪明的人 是有人有灵魂 能够跟上帝交通 有智慧在里头 其他的方面 人不如动物 老鼠比人牛 老鼠是不会染这些病的 他没事啊 他没事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内分事啊 他下水道里头生活 他没认识 他活蹦乱跳的 对不对 精神好得很啊 你看人能在下水道里头生活吗 你能够在下水道里生活 我是不行的啊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在下水道里头 你生活一天 你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的 那么这感染老鼠 有些老鼠呢 也被虫子蚊子咬 蚊子呢 也会咬人 然后呢 就传了 那1898年 我们才发现 600多年以前呢 欧洲人呢 这种鼠疫 产生的这种 略性传染病 当时毫无招架之力 因为科学太不发达了 医疗也不发达 那么这东西呢 让人呢 你想看这个染到人身上的这个 老鼠咬人 尸体尸体上 要不要蚊子咬 蚊子咬 蚊子的沼子 也去咬人 产生这个交叉 我们是伺候诸葛亮 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文章是我写的 我写的给大家编的 我们是伺候诸葛亮 当时都不知道的 那时候过程 讲故事的过程 那时候欧洲医学和公共卫生条件 很落后 没有这些 黑死病的死亡率相当高 一个城市 不是一个条件的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死光光 千里无人业 很恐怖 从1347年到1351年 多少年呢 1347年就四年时间 四年时间 大约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 2500人是什么 该年 2021年 北京常住人口是 2189万人 就是说 往一个北京市的人死光还不够 而欧洲人口呢 大概当时5000万到7000万自己 也就是说 你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人死光了 你假如说你过过 今天早上起来 你们小区里的人死掉 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你受得了 谁受得了 很恐怖啊 对不对 这么多人死 那时候欧洲很多地方 防务的桥木上呢 金型断破的写上了一个大大的皮子 皮子叫停车场 当时是警告提醒路人 这个物理的人呢就黑死病人 你要小心 迅速堵开 就是有些人还是比较良心的嘛 在屋子上面刷一个黑字 刷一个P字 那时候一座又一座的房屋墙上 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墙屋上 都出现一个黑色的大大的P字 你看这个P字 你就感到一种恐怖感了 这里你别进去 进去就是早死 其实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严重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教皇所在地 你听我 现在没讲教会历史了 教皇呢 一个地方呢 在意大利的罗马城 还有一个呢 一个在法国的亚维隆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败坏的地方 所以呢 造的宅来最严重啊 这上帝是做事有分寸的啊 村长衰败 城市损败 农田呢 防腐化 只要少数国家如波兰呢 比利时啊 整体上面是漏网之一 我们稍后再谈了 我们怎么知道呢 当时有个作家叫伯加丘啊 伯加丘啊 这是个意大利翻译的啊 意大利语的 我不知道怎么读啊 意大利语啊 他的故乡呢叫佛罗伦萨啊 今天佛罗伦萨带子了 一个鞋塔很有名的啊 世界旅游城市啊 这个佛罗伦萨呢 百分之八十个人 和黑死病死掉了 你看恐怖恐怖啊 百分之什么呢 百分之八十呢 啊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伯加丘写那本小说叫《时日谈》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来 成了人间地狱啊 蛮多的走到街上 灌街啊 有些人说 我读过那个《时日谈》 啊 读过是吧 很不错啊 有些人走在街上 走着走着逛街 就倒了 没了 倒地 倒地而亡啊 你说这对同学们想想想 这事情多恐怖啊 你个亲戚朋友啊 去逛街啊 突然对方死掉 你怎么 就扯扯一下啊 为什么是这样 人太坏了 人太坏了 1337年11月 当时呢 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啊 听我讲过世界历史的爱德华三世啊 遂军了进攻法国啊 打了呢 116年 英文法治都是基督徒啊 都是成为弟兄姐妹 你打仗打116年 那是多大的冤啊 创日辞起了仗 双方呢 投入举国之力啊 到1348年 一创五六 打了 这事情不得不停战 你要人怎么呢 哪有河墨啊 这个就不讲了 讲世界历史的时候 你没听过来 你再听我讲世界历史啊 为什么会不会 这也没办法讲 今天主要讲黑死病啊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没有 因为爱好和平吧 没有 因为黑死病 导致死的人太多了 死人呢 英国人也是 法国人也是 他们没有多少士兵啊 什么 没有人打架 怎么再打呢 但神是很公平的 在佛罗伦萨北面的 另一座大城市 叫米兰呢 凤万幸运了 在黑死病黑云压存的时候 竟然奇迹棒的安然无恙 米兰这个城市 以前有个伟大的宣教士啊 叫做呢 安波罗修在这里 传福音啊 以后你讲世界历史的时候 大概都讲安波罗修啊 就啊 奥古斯丁也在这里先祖的啊 这个地方呢 后来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他呢 弗罗伦萨 米兰 布拉哥啊 布拉哥是那个 胡思啊 不胡思 曾教改革的地方啊 胡思啊 他们呢 呃 这个地方呢 神有怜悯啊 有怜悯 他们呢 呃 就是很幸命于难吧 幸命于难 这样子的 但是是不是一个都没有死 我就没去查考了啊 我这个书上的资料呢 告诉了这两个城市 米兰和布拉哥啊 很得祝福啊 这告诉我们呢 圣经里头一句话 圣经是说 将义人和恶人同杀 叫义人与恶人一样看着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什么样全地的主且不行公义吗 尚就是公平和公义的 罗德就没有死 罗德的老婆呢 就完蛋了 罗德的女儿呢 就堕落了 什么时候都码成呢 都毁灭了 上帝他是有分寸的 只是我们的资讯呢 他有限了 不能够具体说明人的过分和遭遇 但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没错啊 只要我们人不和别人一起犯罪 分别为圣了 上帝这样灾火的时候 也不会把我们和别人的一锅端 那这什么叫一锅端呢 上面的都听明白了吗 怎么开始的知道吗 这个黑死病是怎么开始的 回忆一下刚才我讲的 蛮长的这文章蛮长 行 是怎么开始的 黑死病是因为 他们认为猫是女巫的宠物 所以杀了很多猫 其实杀光了 几乎杀光了 然后什么东西 把病给带过来了 然后是蒙古人 他为了他很毒 然后他就用那个投尸机把尸体投到那里面 然后上面就有那种 是是 那病 那谁来传播的 谁负责传播这个病 是小老鼠 小老鼠 对 有没有猫了 老鼠就可以了 看人呢就是 你以为 圆完了跟猫 你看猫不是他叫谁在骂我而已 你过来冤枉他 所以 我说 突然就来了 那开始过程 那个病人是怎么传的 过程是怎么传的 这个 刚才是怎么传的 那过程那过程是什么 死了多少人 几年时间 几年 1347年到13 有了四 有了差不多四 四年时间 欧洲死了多少人 欧洲死了多少人 2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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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说是很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数字 2500万人 绝对 不管是什么时代 2500万人是非常恐怖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 因为人口统计不准 不像今天这么准确吗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而结果呢 欧洲元气大神 使了这么多人谁吃的消 一般情况下 瘟疫之后一定是饥荒 你读圣经 我读圣经的你一定知道 我先讲圣经历史 这个 刀剑饥荒 文艺 热风 热风 汉灾 黄灾 这六样东西 一定是紧密相拟的 因为它是耶和华愤怒的刀 刀干什么 是耶和华愤怒的刀 它一跟着来的 你打架的时候刀 只是砍一刀啊 那武林高手才是一刀 那中国的武校小说里头刀怎么样呢 一刀啊 直接刀啊 往往他一挤刀过来 欧洲元气死了这么多人 那么会导致什么呢 因大文艺传播 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大病毒 大文艺呢 引起了大饥荒 我们文艺过后也是什么 我们三年文艺以后 现在怎么样 开始饥荒了 这么 开始了 怎么今天的饥荒 叫经济萧条 就钱越来越难赚了 他不是说你们就没钱用啊 是越来越难赚了 尤其是开店铺的摆地毯的 这钱特别难赚 是吧 因为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嘛 一个档口啊 你租过档口 二三四万 半年时间就亏掉了 很痛苦的 就这种饥荒 然后呢 盗责时期 天主教的威信呢 受了从政的打击 为什么呢 在黑死兵爆发之前 欧洲的天主教会解释不了这些现象 为什么呢 只能笼统的结尾 填起了我们的罪力啊 按照这个理论 黑死病呢 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人们只能只要通过祈祷 忏悔 来洗脱自己的罪念 成为了摆脱瘟 但是 然而人们很快的发现啊 在来世凶猛的黑死病面前 任何祈祷和忏悔 都是无效的 为什么是无效的 大家去读 以西节书啊 上帝不听我们 以西节书十四节啊 十四章到三十四节 上帝不听人 因为挽狗作恶啊 不生命 祷告没用呢 你以前说啊 普通老百姓罪念滔天 但是天主教的教师 也没有人姓名 就像以色亚书讲的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责也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以色亚书一章十五节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是 你们读过以色亚书 因为他打过来是形式化的 就什么 你平时作孽啊 照我来来来 又追求金钱 这叫做 上帝要你的牛羊干什么呢 你心啊 远离我嘴巴亲近我 有什么用呢 就说我们诚实 一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六十只要乱来 不遵循神的法度 平时我打个比方来说 今天也是这样的 你说平时不锻炼身体 不过六加一的生活 六日不老落助攻 七日就不休息 然后呢生病了 身体疲劳 主啊求你帮助我了 有用吗 有用吗 我问大家 我平时不过六加一的生活 早睡早起啊 操练身体啊 然后呢我生病了 躺在场上 主啊求你医治我 我实在很难受啊求你可怜我 祷告有用吗 基本上没有 这没有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没用 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呢 我见得很少 可能啊这百分之二十也是我猜的 在我身边当中啊 百分之一并祷告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无效 因为平时都只作孽啊 关键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没用 因为这是形式化的境本 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这个欧洲也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这样的 未来我们怎么样呢 未来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欧洲人就想啊 你看呢 都2500万人死 不过死的是怎么样呢 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而且教士啊 而且崇富啊 而且主教啊 一样的死 那怎么回事呢 这么回事这样子 欧洲人就封为两条路了 这两条路呢 大家去看一本书啊 叫做 各位家长去看 小同学就看不懂 去看那个 《前驱可见》 《薛华莫斯写》 欧洲人呢 就分成两条路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呢 我也没去过欧洲 一条呢叫悖逆的路啊 就搞文艺复兴 搞启蒙运动啊 就是呢 有人就觉得 像上帝意义不大 你看呢 该死的时候还是死的 这神啊 就是个心理安慰 对不对 今天早上 我就接了个信息 这个弟兄 要我为他祷告 因为他没有结婚 他爸骂他 信耶稣信的书呆子 信耶稣有什么面子呢 对不对 你信不信神 你找老婆都找不到 又没钱 是这样你给他20万块钱 你拉得出来吗 叫苏德人拿了 拿到20万 我也拿不出来 不如要信自己 以神为真心 变成以仁为真心 文艺复兴呢 就是从前来信仰生活 以神为真心 现在变成以仁为真心 深经吧 参考一下啊 人的经验是最宝贵的 人的理性是什么 叫理性的启蒙运动啊 就人你活在基督教里头 你就活在黑暗里 你听我们的啊 用科学代替宗教啊 用理性用哲学代替了神学 是吧 我们享受人生 基督教这东西啊 心理安慰 你老弱病残 没事干到教会里头去办一下神 无所谓 我们曾经在做什么 振钱追求科学 搞哲学 工作努力生活啊 建立国家法治啊 建立民主啊 追求自由啊 就叫启蒙运动 这是这条路呢 叫悖逆之路啊 还有一条路呢 为什么 连神父 连教室 他们都得病了 那说明呢 我们整个真教呢 姓歪了 怎么基督教姓歪了 歪走和尚念歪经 走错了 走了走邪路了 那就干什么了 就搞真教改革了 就搞海外宣教 有人叫天主教啊 扭去了圣经 他们的神的认识是错误的 是迷信的 教会里头搞什么圣诞节 搞什么啊 这个崇拜 还有什么拜玛尼亚 哎呀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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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教改 马丁路都真教改革 马丁路的价位 觉得马丁路的改革还不够 也继续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日六瓦真教改革 日六瓦真教改革 日六瓦真教改革 那就影响了苏格兰真教改革 苏格兰就跟着法国的 这些人在欧洲受逼迫 就跑到美国了 就进入了美国 所以美国就这么来的 他们回到什么 实在是回到圣经 就武道回归圣经 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三位一体的上帝 唯独基督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这五大唯独 就来了 就回到使徒时代 回到教父 他们怎么解禁的 然后呢 高举上的人 然后再去诚心传福 天主教 东正教 我们把他当作了 当作信歪了的 就呈现给他传福音 知道吗 我们怕很多人到东泽家去 我以为是有基督徒 不把你的基督徒 我呈现给你传福音 你信解信不信 还帮你到外帮你 就这个意思 这两条路完全是 两码事 就欧洲文明出现了两部分人 一部分人继续搞文艺复兴 搞主人 一部分人搞政策改革 什么的 当然相同地都是追求科学 就是技术的运用 就给大家讲这些 就是欧洲人 这结果 这个结果还有什么 今天我们这样 人们通过 这是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来讲的 这当时是这样的 通过有黑死病的长期斗争 我们来渐渐的积累一些经验 发现了黑死病 实际疾病 通过空气会接触出门 人们被感染的有一段的潜伏期 就病了最后他有潜伏期 为此我们发出隔离检疫制度 如果没有黑死病 没有隔离制度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今天我们国家对抗 新冠肺炎 这个隔离制度 起源于欧洲 迄今为止了600多年了 为了更好的探索黑死病的 致病的原因 人们对患病者的实体的这种解剖 以前不敢解剖 成为了产生了一个医学叫解剖学 现代医学的主义 就这么来的 以前不能解剖实体 所有的医学都叫中医 中医 那个时候欧洲人 比如说你头痛 那么比如说 我给我和大家闲聊一下 还有两分钟我们就休息 休息 那么比如说你的头痛 给你放血 如果老袋里头 老袋一根脖子汝 послед那些血 我说英国国王 一个叫亨利的国王 就是个 你的血 又放在血 然后你身体不舒服 您被人都蜂皮了 给你摸一下 这些恶心的工作 欧洲历史上面 一样的也有 跟我们中医一样的 而且啊 好的逮得 爬的 民间邀方 还是迷信全部搅在一起 全世界的医学都差不多 但通过黑死病 欧洲人家产生现代医学 解剖学就来了 当时有个比利时医生 叫安德雷亚斯维萨 整个比利时语 他写了一本书叫人体的结构 那么解剖学 然后还有西班牙一个医生 叫米古尔赛维特 就是在日内晚班烧死的那个人 发现了血液小循环系统 发现了血液循环 然后英国有个解剖学家 就是威廉·哈维 他解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 和心脏工作的原理 这些东西还很多 我不能搞 就是现代生理学的医学诞生 科学技术 不管是增加改革的那一帮人 还是搞文艺复兴的人都支持 都支持这个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都认可的东西 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理学 我们休息一下 9点21过来 再讲意外的事情 过程开始结束 这写一篇 你讲故事 要把这三点事情给讲清楚 怎么来的 过程开始 怎么经过的 然后导致个什么影响 然后我们再讲意外 这意外是特别的 好 我们9点 9点22过来 9点22过来 大家休息一下 我还去谁呢 因为我早遇荒满 他必昂昂地保守我 在他瓶子里 因为我早遇荒满 我藏在他 掌目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庞石上 现在我的一安手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 掌目里荒满 让心急 我要尝试歌颂 叶和花 叶和花 我用声音 呼吁的时候 求你一句提 并求你来学我 应允我 你说你忙当 寻求我的别 那时我心向你说 叶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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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不要想我 不要想我 奄念 不要发怒 刚出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身份 救我的身份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丢掉我 我父母 立起我 也和花 也和花 必收留我 也和花 求你将 你的大指教我 赢我 愿我愁地的缘故 引导我 走平凡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 敌人随其所缘 因为王座 见证的和口徒 雄严得起来 鼓起我 我落不幸 在活人之地 得见也和花的恩惠 就早已上当了 要等候也和花 当中当 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也和花 神啊 求你 神我的愿 像不虔诚的佛 为我便去求你救我 脱离归杂不易的人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掉我呢 我为何应求你的气压 时常爱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 何真是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身上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吉他 到我最喜乐的是哪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 我的心哪里 为何有门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好引荡阳往生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神啊 你在故事我们列祖的日子 所幸的是 我们亲了听见了我们的列祖 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用手赶出外帮人 却在陪了我们列祖 我们列祖的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 刀剑的地图 也不是靠自己的帮臂的身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帮臂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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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王 求你处理 是雅各的身 我们靠你 我们靠你要推到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命要践踏 拿起来 攻击我们的人 但因为我比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是我的神 为你救了我们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的人 是恨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日一零神花样 还要永远呈现你的名 当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当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是我们收入 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是我们向敌人装生最后 呐喊我们的人仍以抢脱 你是我们当做快要被吃的药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你买了你的子民 也不壮力 所得的价值 并不假天 你的指财 你是我们手 有灵过的羞辱 被思维的人 吃笑几次 你是我们在列邦中 做了小汤 始终鸣香 我们要疼 我的灵路终于在我面前 聊天 聊天的很热闹啊 聊天很热闹啊 欢迎大家啊 好我们刚才讲黑死冰暴的开始过程和结束啊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意外 意外就是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就没有造 造黑死冰 他就见情况平安了 当然我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讲成出这么多欧洲人了 那我们能认识啊 就靠现在书本上面的记录啊 还有些历史文物啊 大概这么整洁出来的 别人整洁出来 我还没有 我只是来把它收集一下资料啊 为什么波兰姓名呢 波兰是个小国啊 大家看到波兰在世界有没有欧洲历史地图 大家有没有欧洲历史地图 打开看一下 看看波兰在哪里 大家看波兰在哪里 波兰啊 欧洲 所以欧洲啊 大家翻到欧洲波兰 波兰91到93页啊 再看波兰在哪里 要搞历史世界历史的读书啊 有个工具啊 波兰91到93页 我眼睛不好啊 地方得放错啊 看波兰在哪里啊 波兰 上面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右边 左边是德国 下面是斯罗法特奥地利这些国家 好像北方 比较偏的地方 波兰 你们都买了吧 世界历史地址 跟你们讲过 不知道有没有买 家里面这本工具书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返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吗 我们不可能天天往世界飞 当时波兰生活着大量的犹太人 波兰人对犹太人采取温和怀热的态度 居然对控制疾病的扩散 有辅助作用 没想到 其实位于东边的金战韩国 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由于彻底倒向伊斯兰教 所以和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大姐 波兰天主教徒认为伊斯兰就是义短 至今都排斥是义短 不是义教 没有什么 金战韩国就是原来的俄罗斯人的祖神 金战韩国就没什么来往 南边因为地理位置 没有什么交往 波兰人除了克里米亚帮子上的意大利人 做点普通贸易 从其他地方看来波兰像个孤岛 像那个就像中国的东北黑龙江样的 你没事到黑龙江去干什么 各位同学你没事到黑龙江去干什么 干嘛去 一般人不去嘛 除了旅游来运 就像个古岛一样的地广人 14世纪波兰这个地方呢 本身就是地广人系的 而人口呢比较分散 相对分散在各个区里的 可能在短时间里头呢 没有形成可怕的疾病传播啊 这个疾病传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本在地广人农村里头的 就今天那个疫情期间啊 我们在上海 在深圳很容易传染 但是你如果是在四川农村 或者在湖南江西农村怎么样呢 他听你没听说过 那从里头怎么样呢 你家书没多少来往 没什么事 老太太没出过门 更重要的是 这里生活着一群犹太人 犹太人在波兰这 有什么生活习惯呢 一个人类型的圣洁 我们不知道 但是外表的圣洁做得很好 我们看得见 犹太 它社区里有很多卫生的水水准呢 大部分好在呢 实在好于呢 大部分周围的居民 比如说啊 犹太人呢 会督促他的同伴 一天多次洗礼 以免来保持身体 对外接触不畏的情节卫生 大家看过中世纪的电影吗 那什么苏格兰人呢 艾尔兰人呢 还有什么阿卡特人呢 我也是啊 那种张兮兮的 看过那个电影《勇敢的心》吗 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都是脏脏的 这么欧洲人就不讲卫生 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没有文化的农民 山区农民一样 真的就不讲卫生 犹太人不一样 在用餐前离开 遇死后来所有的从业 就监督同胞也好好洗手 如果与陌生人握手 或接触的发生关系 有些人也会进回来把手洗干净 这是他们一个很好的习惯 主耶稣不是说要我们吃饭不洗手 而是说你不要把这种小题搭做 这个也是带你能量 或者说大家不讲卫生 就是神喜悦的 神经这么解释圣经 你就是太不靠谱了 加上每周日安息 还有个沐浴洗澡的习惯 人有洗澡的习惯挺好的 我在广州就每天几乎每天洗澡 也帮助犹太人有超越那个时代的卫生标准 然后犹太人的聚会会避免在露天垃圾 厕所附近 他也不会在附近去交流 也会避免在礼拜 就是礼拜六 他们也不会在厕所附近 在污染源附近聚会 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 因为虽然和现在的卫生标准 显得比较粗糙 但在当时的理念 可能无疑对于降低这个集体性的 瘟疫的流行出现很大的作音 外者的圣经 大家读立位记吗 大家喜欢读立位记吗 很少人读立位记告诉我们圣结 是之内外的 外在的圣结不是没有 但是更重要的圣结 里面的圣结就叫 心要约束我们的心 先子说你要约 彼得前说要约束我们的心 然后这就是外在的圣结 所以虽然有博兰犹太人 黑死病生 但大部分社区没有急增爆发文艺的记录 犹太人同胞在过世之后的24小时之内 会请专门的上脏施以清洗适者的遗体 为他洗头剪指甲保证遗体的清洁程度 避免病毒更多的传染 更重要的是犹太人 没有把猫米当最后的象征 那猫就是个猫 那猫米是老鼠的田地 如果在家里面有老鼠 我们家很长时间没有老鼠 有只猫 这无形成保护了社区的免除属于的死人 你看拜偶像了 搞迷信了 害死人 害死什么呢 你搞这些东西 当时的波兰国王 像我们中国的政府也非常明智 虽然医学技术很落后 不知道疾病的来源和科普办法 应用来比较好的行政手段 派兵分手边境 下令进了个城镇边局势力检疫战 你回过来 你关在家里别别别 我从来到处乱跑 同时划分了隔离区域 让流动人口经过一定时间的自然检疫 才能也能被允许入境 当单个村长出现黑死病 整个区域都会立刻被隔离分锁 从而控制了 文艺对外输出 这个是博兰这个国家 为什么文艺比较少 这是一个 你说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保守不是一个迷信 就是在我们的行事意念 在我们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知道吗 不是迷信 那道理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解释这个现象 解释这个故事 第五个这是我写的 在基本的写一个故事要开始过程结束 然后来讲一下意外 第五呢 道理解释道理 犹太人问过这么做的 不过是他们不过是尊贤圣经的教训 立位记一般基督徒 我所知的基督徒 很少有人喜欢读立位记的 很少有人读立位记 他也不明白立位记觉得很烦 今天杀这只鸡 杀那只鸭 宰牛 雪要杀鸡垫 要在这里谈一谈 那里解禁 不是立位记 犹太人 创出立民生 这五卷书 他们的小朋友都要求背诵 我们不要求小朋友 不要背诵 那一定要朗语 我们要同学 一定要朗语 要理解 立位记十一章四十五节 说我把你们成埃及地 你出来以后得以后化神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经 因为我是圣经 彼得前书一章四六节 基督说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经 因为我是圣经的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要追求 自立里面而外的圣经 如果你读完了立位记 就一定会相信 内心的圣经 一定带来外面的干净 而且基督说有些大大咧咧的 整齐 要爱整齐 爱整齐 爱卫生 家里面可以避免 很多不必要的疾病 中国老化的病成口 不干不尽 吃了生病 这都是一个道理 反过来我们不能说一个人 外表爱干净 讲为是内心的一种干净 注意注意逻辑 一个人里面追求圣经 外面一定干净 外面干净不等于里面圣经 这就是两码事 欧洲大部分所谓信耶稣的地方 所谓信耶稣的地方 充满了偶像崇拜 称十字架 圣陀花像 圣诞节 复活节的图子 淡淡崇拜 猫就是一个普通的受造物 你以为他有什么人性 他怎么能够帮助巫师呢 反而因为明星上杀死一只无骨的猫 这就是以赛亚书 二章的比喻结束 耶和华你离弃了 你百姓亚克家 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分数 做光照的像菲利斯人一样 与外邦人结责 这教会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或者是叫欧洲化了 这基督教信仰跟欧洲的当地的文化习俗 完全融为一体 跟菲利斯人结责 成为了当地的分数习惯 上帝能不生气吗 他能不生气吗 那以赛亚可以责备 上帝就在以赛亚责备怎么样呢 犹太人 耶路撒冷于世造瘟疫 饥荒 然后这辈子干掉了 这被巴比伦干掉了 在公元586年 对不对 一样的 成型的上帝是这样的 现在的上帝不还是这样的 不愿意离弃 耶和华信仰的基督怎么办 悔改了归正自己对不对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询问古道 哪里是善到别现在期间 这样你们心里不安息 他们却说 我不现在期间 不悔 我觉得你有你的脸色 为我的脸色 大家彼此包容 那你去包容 就不包容 我在文艺前 幸亏怎么呢 没有跟他们一起聚会 所以我们家怎么来 都没事了 有些家伙就不跟他进去 我在里面在网上听成哥讲道 我听文泽改革政教会讲道 我其实很寂寞 跟他们一起 因为你在网上听到跟别人说 怎么说呢 没有生命的交通 但是你在哪里去了 也没有生命的交通 你也没有钱 因为小老师就是个穷教书的 对不对 除了你孩子想读书找我一下 你还找我干什么 对不对 你想找份工作找小老师 没有啊 你说小老师家里面做生意 缺个十万八万的 小老师你们能借十五万给我 我借不了 没钱借给你啊 帮不了忙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 也没什么生命的交通 按道理说应该在地面聚会 不应该怎么样 在网上聚会 网上来确实生命的交通 但是我们在地面上 也没有交通 而且听不到整理啊 听不到 生命没有长进 就交了个十一分线 带了一家七个人 累了一个半死 还听着这些错误的教导 不如不去 我们这些神就让我了 免除了那个瘟疫啊 教会里头的一个教会 教会里头都感染那些病们 那我们没事 访问古道 那能不能呢 比如熟悉的马丁路德 他们就启动了宗教改革 就是不愿意来给原来的天主教 他们为什么想到改革 因为他感觉不对 不知道哪里不对 一般人就知道我知道你天主教都不对 你们很败坏 你们难道武昌 也干了一些偶心的事情 不对 那正可以在哪里 大部分就是我知道你不对 我说哪里不对的说不上来 那么马丁路德做了领头羊 而加尔文呢 他们就做了领头羊 就是带动了宗教改革 远古的胡思 维克利弗 维克利弗等等的 还丁道尔他们等等的 这些领头羊 就启动了宗教改革 算得灵敏 我这讲了欧洲的黑死病怎么来的 这资料呢 各位同学 这资料可不是我把它编的 是我用了什么的百多百科的 黑死病词条 历史的轨迹 还有什么前车可见 还有一本书 就是一个英国人写的 一个英国人写的一个黑死病 1818应该是到1919之年 11年时间 写了11年 所以黑死病呢 主要是1347年到14 151年之间 四年时间 四年时间 这写了一年 就黑死病的高画 您这篇课文有根据 历史的轨迹来写吗 对 就根据历史的轨迹 历史的轨迹这本书我看过 我以前就教教在这边被查禁了 现在不准讲了 不准讲了 我就没讲了 这边文章就引这些资料 一共编的 我编的不是我瞎编的 是根据历史书编的 就欧洲黑死病的 就给大家编了一下 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现在故事讲完了 我问一下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问大家问题 问问题看大家学的怎么样 黑死病是怎么开始的 说出来吗 黑死病是怎么开始的 大家看看 黑死病是因为欧洲人以为猫是女巫的宠物 所以就疯狂的杀猫 导致老鼠反应的比较多 然后蒙古大军又把尸体投进城里头 就有那个鼠疫肝菌 传在老鼠身上 那个跳槽一咬 再咬人 人就被传染了 很好 黑死病过程呢 对 对欧洲如何伤害欧洲人的 这是过程吧 他是如何伤害欧洲人的 他什么传的 如何伤害欧洲人的 各位同学们 他如何伤害欧洲人 他如何伤害欧洲人 欧洲人在差不多四年内死了2500万人 这是伤害者 整体上是这样子 整体上是这样子的 当然具体的 尤其城市是 你想那个佛罗洞斯的80%的城 佛罗洞斯的大城 80%的人口 他这小城呢 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没有了 就是很深 那个田园黄府 村长的凋零 城市的凋毙 整个一片千里屋里 有点黄粮的 那个屋子外面了 人就写了个大屋的皮字 那皮字是什么意思 物质外面如果写个黑黑的大皮字 或者街道上面街头 你别进去 就写了个大皮字 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那个屋里面有人感染黑死病了 对你不要要串门 你没事干净串门了 聊着天了 你就完蛋了 就这样的 这个过程 黑死病导致什么结果 这就是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何死病 导致人们走向两条路 走向两条路 我是讲世界历史的云点 教会历史都不能讲 世界历史都不能讲 欧洲的分歧 这两条路 一条路是什么 一条路是以神为中心 宗教改革为中心 就宗教改革 我不是 具体的 我不是谈神学 具体是什么路 一般人走什么路 具体是什么路 具体的 就是宗教改革 一般人走宗教改革 还有一个条路 你不知道什么路 宗教改革为中心 宗教改革为中心 还有人知道 宗教改革为中心 两条路 那么有什么黑子病 有什么呢 意外 比如波兰 比如波兰 波兰为何幸免呢 波兰为何幸免呢 波兰那里有很多犹太人 犹太人又特别爱干净 还养猫 他们养猫 其实很简单 犹太人他们不认为猫是女巫的宠物 他们不这么迷信 所以他们不杀猫 不杀猫就多好 加上地理位置比较便宜 多个原因呢 犹太人 而且就是犹太人 他们还不认为 对 他们生活习惯 再讲 还有别的原因吗 还可以再讲别的原因呢 刚才阅读的过程 另外 那个波兰的国王 他还派人把 在波兰边境派兵驻守 有一旦波兰里面有一个村庄有黑死病 立刻那附近也都要被隔离出来 这样子避免瘟疫扩大 对 讲得很好 所以他地理环境 因为波兰不是个发达的 它是个农业社会 本来就地管人稀 跟周人的来往不多 农村的比较比较诚实 抵抗瘟疫能力也强 加上他国家政策 搞得不错 什么习惯也很好 那么他就性命于烂了 我来说极少数人 不是说性命于烂 不是说大家没事 比较好 就是黑死病 这一个解释原因 黑死病 原因解释 或者说基督徒世界 或者圣经释迦 我们解释是什么 应该怎么样 因为死病是上帝 对欧洲人们犯的罪 和他们的迷信的一个惩罚 惩罚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 吸取什么教训 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避免下一次 再打一次 那就不好 要追求什么 要追求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这基督徒现在不喜欢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喜欢 打个引号的基督徒 追求什么 你只要骂人 就有什么用来的 然后你骂得过瓶 你要追求什么 自理额外的圣经 里面的圣经也要 外面的肯定的圣经也要 自理额外的圣经生活 你一定要这样子 照照以色亚的寻灰古道 科学也要发达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在黑死病以后 都重视科学 包括加尔文在日内网 医学是怎么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有病就去看医生 这是很常识的 我们要发展医学 还有两个方面的 你认真听 你要避免这些疾病蔓延 我们应该有属灵的眼光 属灵的眼光 不是吹牛皮 这些讲大话 一 你要里外 要追求生命的圣经 爱干净 讲卫生 营养健康 睡眠等等 你自己注意 还有一个要科学 要追求科学 要研究生物学 这些方面 也是中世纪以后 无论是宗教改革 还是非宗教改革的人 世界上的人 如果重视科学 医生的作用 不能小看 保持我们的信仰 很容易掉入迷信 因为哈利路亚赞美图 我们再跳跳舞 抖抖 磕几个头什么事 你把信仰当成迷信 那就不对了 我们百分之百的信仰审 但是不能够像那个圣经上面 也有个人叫亚萨 亚萨只想先疑审 不想先审 他还是死 这两个方面都注意一下 这个反思 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就是大家你喜欢 多读一点 我也不能让自己欣赏 自己的文章 好让你们来吹捧 我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这么写这个文章 原因是怎么回事的 我先把这存个档案 这个文章是我写的 我边写不是我写的 边写就是说材料都是别人的 然后我只是把它整在一起 我就希望这篇文章 我写的目的一个是今天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今天主题是文艺疫情 一个方面 从圣经历史的角度 讲一个云术纪十六种 然后我这是讲教会历史 因为我叫教会历史 叫世界历史 一般人不讲这些事情 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世界历史都是欧洲人性 那么欧洲人他也不愿意写这难过的事情 你看我们组织史的两千五百万 这是太悲伤了 他不行 你看教会历史也都不提这个事情 包括那个两千年教会历史 他都不提 还有其他的教会历史 基督徒也不提 他也太伤痛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勇敢的面对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提什么的 不太喜欢提什么 什么江城六十四村的俄罗斯人屠杀真空人 我们不愿意提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一个勇敢的人 应该理念刚成起来 勇敢的面对这个事实 不管是中国的南京大屠杀 还是俄罗斯的中国人的大屠杀 还是文革十年 还有武汉的这个疫情 虽然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 但是对于苦难的本身 我们应该勇敢的面对 一个人内心的 要靠着神强大起来 这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不了解欧洲黑死病 你就无法了解 为什么欧洲人 有的人越来越近前 有的人会越来越败坏 都不是拿一本圣经读吗 都不是生活在欧洲吗 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 就这么说 因为他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这是薛华博士 给我们介绍的 那我把这个故事 从这个主题 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谈一下 那么第三一篇 讲中国的武汉日记 就是讲芳芳 芳芳是一个女作家 武汉的一个女作家 她写的在疫情期间 在武汉经历的一些事情 这本书受到国外 国内很多人批评 因为觉得是递刀子给西方人 很多人怀疑 觉得这个疫情是中国 那个解放军微生物实验所 跑出来的病毒 那我们知道 但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就不能够乱说 我相信有一天 上帝会公开这个证据的 因为翻掩盖的事情 也不能隐藏 就国内的一些小洪福人 是指责美国 美国人下的鼎 或者叫指责 美国人反正是家老大 你批评他有言论自由 他也不跟你计较这些东西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说 不说 我们重点是介绍了武汉 这个疫情期间 武汉市民的生活 从那个女作家的角度记录 第四一个呢 是叫东沃德文病 这是拉芬丹 法国一个作家型的预言 就是这样子来凑成了四篇文章 是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呢 是农历年最后一几个 明天就不上课了 明天星期六不上课 原来是大年初一 按照国家的政策就放假 十天以后呢 再还原大家过来上 我们按照国家的节奏 但是星期天呢 我们不调休 我以前不调休 星期天我们要进发神 其他的时间呢 尽量顺服国家的政策 尽我们的能力 不管他要不要求 我们记住土 不过有没有人监督 都顺服在上政策 顺服在上政策 你一定会蒙福的 但是上帝既然把我们放在中国 就按照国家的政策 只要不违背圣经的 明显违背圣经的 那就不行的 那我们都顺服在上政策 不是因为恐惧 乃是因为良心的缘度 约神祝福给大家 远离各种疾病 多多的锻炼身体 不要过年之间猛吃 大吃大喝的 吃到了肚子 拿肚子拿到厕所 不出来 那你麻烦了 早睡早起 不要搞得两眼发黑 这么的 活得天魂地转的 黑白颠倒 自己害自己 要过六加一的生活 那么后面的时间 你就会平安平安不堪 就约神赐福给大家 祝大家 这里你爸爸妈妈 已经放假了 他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都跟爸爸妈妈学习 老师只是提供 远程教育支持 约神恩待你们家 那么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求祝你赐福我们同学 看过我们同学 是他们在这个 群结集结 和家人团聚 然后在神和人民面前 有美好的见证 他们在这个时间 不忘记读经 不忘记祷告 不忘记国六加一的生活 因为我们也需要探访 我们的亲戚朋友 这也是我们生命见证的一部分 以求主 让我们远离偶像和迷信的败坏 愿主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圣洁 自立外的圣洁 你看过我们的生活 不至于晚睡晚起 黑白颠倒 大吃大喝 我们也边界 祝阿灵敏和看顾我们 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起兴盛 愿主恩待我们的同学 使他们成为主义尽情的后裔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